我高三 那到了我高三的時候 比較辛苦的是南山的傳統 跑圓通室 對啊 因為在跑圓通室的時候 大概正常的球員大概 30分鐘到35分鐘就跑了回來 6公里左右加3路 我跟時欣比較累是因為 我們兩個回來都要一個多小時 我們兩個會包辦全南山的倒數兩名 然後我畢業以後 聽說我的位置就被紫薇串走了 就變紫薇跟時欣是在最後面 高中的時候賈凡 我們跑出去以後 那賈凡就會騎摩托車跟在前面 找快的人看 然後找學弟看 然後我們高三學長在後面 他就不會看 反正我們就後面看不到地方 我們就用走的 他回頭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跑一下 他又過去了我們就看哪一個學弟 最後一個就是問 是最後一個 好 然後我們就回頭走回去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收聽天靈到星球 在每個禮拜四的晚上八點呢 我們帶給你各式各樣 國內最新籃球的資訊 那在今天呢 我們有一個新的單元 這個單元呢 就是跟學長學弟 一起回復青春 那我們今天介紹這兩位特別的來賓呢 因為基於鄭仁寶不協定 所以我們把一位呢 得到了花蓮 另外在我們內部的攝影棚內 這兩位呢 都是來自於國內的籃球Farhouse 南山高中 那南山高中呢 在我們國內呢 不只人才積極 長得美又帥又聰明 又能當教練 又能當球員 各式各樣的表現在籃球的場上 都是一級的 所以今天可以用這個 榮幸的請到兩位特別來賓 是非常高興的 首先跟大家介紹呢 這個在今年 在去年的球季 可以由你拿下年度最佳總教練的 林冠倫 林教練 冠倫你好 嗨 堅尼哥好 各位肯尼鬧星球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冠倫 啊 冠倫今天在電子的攝影棚內 看到巨大的火拍 還有巨大的石青 心理我的感想 看到巨大的你跟石青 顯示出我的渺小 讓我在看我感覺出我在 籃球界地位的渺小 好 那另外 遠在花蓮 他想說話被EK的 石青教練 許石青教練你好 嗨 堅尼哥 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冠倫學長好 欸 石青好 其實你在花蓮有沒有覺得今天比較安全一點 我覺得我整個比較輕鬆 有些事情我比較敢講 如果在現場有些事情不太好說 哈哈 好 既然你在花蓮了 今天呢我們回覆新春的Dag 影片呢 你可以這個不要有任何的顧慮 OK 我雖然知道呢 冠倫的 打球的射程真的很遠 但是我相信他的拳頭 沒有辦法從內心打到花蓮 所以你可以放心 好 好 那今天呢 我們有很多的問題要問兩位教練 因為呢 這個在南山啊 我相信一群大男生在一起 會有很多有趣 而且有的時候呢 難以其詞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想先問 學長先 OK 學長 冠倫教練呢 請問一下 在南山有沒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 或不可告人的秘密 或者是呢 實情有什麼東西 就一定是可以一起來分享 就是去一個東西呢 實情 我進南山的第一印象 就是 遇到實情 然後 他比我早到南山一個禮拜 但是他小我一歲 我看到他 我跟他打招呼 還叫他學長好 重點是他還沒有反駁 他還跟我點頭 然後他說好 然後他就走掉 後來到了隔天我才知道 因為他是我學弟 我就說 我跟你打招呼 他說我就 反正也不知道回什麼嘛 反正你既然都 問好了 我當然跟你好一下 所以實際上 我們有很多層的 很多層不同的關係 實質上 在南山的時間 他是我學長 然後名義上 我是他的學長 但是在他們那一批裡面 他們把我當同學 他們下個月初 要同學會 然後居然傳訊息來問我說 欸同學你要來 跟我們一起吃飯 不過實情我覺得你 你一開始要叫你學長 你居然這樣 就回答我 這組還要走到 喔真的嗎 Kerry哥 不是只有灌人這樣子嗎 沒有阿銘也是 阿銘那時候來南山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子 他一來就叫我學長 很開心 你好 所以你今天是佔了很多人的便宜 那所以呢 我讓你佔了便宜以後 再賣個關 你這個 當著學長的感覺是不錯的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灌人給你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在南山有發生嗎 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大家可以講一下 但我要先講說灌人 因為我從鄉下來到台北嘛 然後打球就是 我也是等於是半路出家 所以我看到灌人的打球 我才知道 哇 原來打球可以那麼帥 你知道嗎 用髮雕 比賽前髮雕抓 什麼的事情 我跟你講髮型一定要弄 然後 灌人打球是比較飄逸嘛 比較活潑奔放 所以其實那時候 對我那種觀念來講 很大的一個衝擊 然後他在私底下 其實是還算蠻照顧我們學弟的 對 啊 所以 遇到壯術的時候 就變成了學弟對不對 對對對 沒錯 哈哈 怪人他真的會吃零豆 我覺得 不過我相信 在高中版國裡面 大家練成都會有什麼問題 這些動物 其中包括 軍隊上面的皮包 還有教練的 嚴厲 那 南山最累的訓練 兩位的這部分是什麼 我先從冠軍開始問一下 南山最累的訓練的話 大概是有一段時間吧 我們每天晚上都要跑 1600公尺 然後每天練完球都要測時間 然後 都有一個規定的一個時間要跑 而且是每天跑 對啊 那段時間高1的時候是 對我們來說是比較辛苦啦 那到了 我高3的時候 然後高2的時候 石青的話 我們比較辛苦的是 南山的傳統 跑圓通式 對啊 因為在跑圓通式的時候 大概 正常的球員大概 30分鐘到35分鐘就跑得回來 大概在 六公里左右加三路 我跟石青 比較累是因為 我們兩個回來 都要一個多小時 我們兩個會包辦 全南山的倒數兩名 蛤 對 然後 那個時候 我高3的時候 是我們兩個倒數兩名 然後 我畢業以後 聽說我的位置 就被紫薇串走了 就變紫薇跟石青 是在最後面 我們回來的時候 是全部的人 都已經在吃早餐了 都洗完澡 吃早餐了 我們才會進來 大概多人家一倍 那你真的是跑這麼慢嗎 還是你在中間開小餐呢 我 我沒有跑很慢 我是走比較快 我沒有用跑的 用走的 對我是快走 所以我不是跑很慢 我是快走 原來是這樣的 這是為什麼 你現在這麼喜歡跑步的原因嗎 因為你高中都沒有跑到 人生出來混就是要還 所以我現在一直在還債 高中的時候都沒有跑到 高中的時候 假凡我們跑出去以後 假凡就會騎摩托車 跟在前面找快的人看 然後找學弟看 然後我們高三學長在後面 他就不會看 反正我們就後面 看不到地方我們就用走的 他回頭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跑一下 他又過去了 然後我們就看哪一個學弟 哪一個學弟 哪一個學弟是最後一個 就是問 是最後一個好 然後我們就回頭走回去 我覺得 他回頭看的時候 你只是手擺的比較快一點嘛 因為他那個地步太遠了 他就是看不到你還是跑在走 他帶你手在擺就好了 是不是 可是我們當教練以後 一定都知道 因為 帆哥一定有看到 他只是這一隻眼 第一隻眼 學生都會以為自己很聰明 哈哈 好 沒辦法 主力跟不守護士的 學歷慢跑 那 實際對你出場 確認的訓練是什麼 我覺得最愛的訓練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小隊練 然後我們 等於是我啊 有幾個學弟 就是一天要練三餐 早上 下午 然後晚上再跟大隊練 然後我們下午有個訓練是 那時候邱順應老師練我的 哇 用那個滑步 然後用大太陽 然後很多做那種 open spot的那一種動作 哇 那個真的好不舒服 摔那個PU場地對不對 摔那個室外的 哇 那個防守滑步 有夠之類 然後滑完晚上還要跟大隊在練球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想起來 哇 就是這個訓練最硬 那個防守滑步 哇 還要叫 叫到那個對面美工大樓都要聽到 有沒有 那現在還是想 有一些學姐在看 我們也要叫得很大聲 有沒有 我就知道 叫到大聲 跟學姐 跟學妹有關係的 哈哈哈哈 就是要得到人家的注意力嘛 對不對 對對對 而且就是在四萬的 風雨雄長那邊 旁邊一定很多學姐學妹 走來走去嘛 不過這都是灌輪教我的 來教我一些 佩婆啊 練球的時候 哈哈 哈哈哈 OK 那 這個萬人 對你說起來呢 許慈欽是有什麼樣子的學弟 在救了那個是 我嗎 前面講現在嗎 不是現在 是在超級生母時代喔 慈欽在高中的時期 非常的乖 然後很老實很厚道的一個學弟 然後就是做事情也很有責任 然後你交代他什麼事情他都會去把它做好 然後還會幫忙去帶 幫忙去帶著他的同學 因為他等於說他是算在學校比較久 然後我們都會把他當作是跟我們同監 因為他等於說是跟我跟阿米一起進學校的 所以我們他可能跟同學以外 他就會變成說他其實比較成熟比較年長 進來比較久 所以他算是一個很乖的學弟啊 只是生活上面有點無厘頭而已 對啊 你教他什麼東西 你考試的教他 他都努力的學的跟你做 像你教他怎麼起衣服的時候 他都會有跟你做一樣的事情嗎 這個東西起因還是他 這個東西起因 他只有把前半部講完 後半部他沒有講 我上次看的節目我就很生氣 我就想我一定要來上節目 平反這一個 平反這件事情 我們兩個那時候一起觸犯了一個 南三的等於說是禁忌 對就是因為我們那天晚上的時候 本來練球練完 然後石青那時候 他就很喜歡灌籃 他國三的時候 然後就很喜歡灌籃 然後他就一直在灌一直在灌 然後叫我拋球給他說 那個第一時間灌籃 如果我們那時候還是舊的那種PU籃板 就石青第一時間雙手一灌的時候 籃板從籃板跟籃框直接整個斷掉 然後直接整個斷掉下來以後 還好沒有受傷 然後我們學長就說 在南三這一邊 把籃框灌斷的他說會受傷 你要小心一點 結果當天晚上我才發生那件事情 洗衣服的時候 然後結果我隔天去醫院檢查 然後照X光照完回來以後 手上綁著鐵架 我從醫院從南宮門走進來 看到遠方宿舍門口 有一個人手掉著 然後打個石膏 然後我進來說誰手打石膏 然後就會走進去看 欸 石青 你怎麼也受傷了 他說 我灌籃摔下來 然後剛剛手撐 早上灌籃手撐到 結果我手也斷掉 然後所以我們兩個是同時受傷 所以那個是 我們觸碰到禁忌 所以他沒有把他後面受傷這段也講出來 他只有講出來我受傷 他跟我一起休了一個暑假 所以我們看去灌籃把藍光灌壞 就是一定會有人受傷 這件事情 因為是石青藍光 灌的這個粉碎的太嚴重 所以兩個人受傷 不是一個人受傷而已 因為我拋球的嘛 所以我傷得比較小 我傷手指啊 他是灌籃的 他是灌手 所以他的錯 他的罪惡比較大 所以他斷的地方比較大 所以不管怎麼樣都 跟學長有關係啊 其實這件事情啊 如果是我兒子去打球 就不會有差麻煩了 因為他有眼怪不得到來 這個時候呢 把我兒子編音對你OK 那石青藍光灌是什麼樣子的學長 我覺得他就是 以後我們那個時候打球啊 或是說個性什麼的 因為我個性那時候就比較 就是有點沒守成規吧 就是欸 球隊一些規矩怎麼的 那灌籃就是 他以前打球就是很奔放吧 然後 很有很有打球 就是你 就是很有色彩 然後他的一些個人動作 也非常的華麗跟漂亮 然後我還記得他那時候 來的時候他就 學長就問他嘛 你打什麼位置 星座血型什麼的 有沒有女朋友 自我介紹 他好像借我介紹說 我以前遺囑比賽 得 得幾分 48分嗎 還是46分 全隊44分 我一個人得40分 對 然後他就是一直在說他這一個 這一個 和40分的一個故事 國中經典戰異 嗯 所以其實就是灌輪 其實我現在想起來 以前灌輪就是 按照顧我們 他的照顧的方式就是會 呃 不是用那種 對歸啊 還是說你要怎麼做怎麼做 他其實會教我們說 其實你怎麼去在球隊裡跟怎麼講 就是他有他的一些帥氣的方式啊 就是他 我剛才講就是他一定要用法拉 所以後來我們都被他影響到 比賽的時候都一定要用法拉 而且我相信在他的指導之下 你們跑後面這幾個都讓教練覺得 你們認真 哦沒錯 你現在有在慢跑嗎 我現在都是走路 就是快走 哈哈哈哈 還是跟以前一樣 你看這個 不然還有人 還有人要等著你去帶你 OK 等他花年回來以後 再去保護吧 有空我帶你來用雙腳體驗竹北 哇 那個 在你們的學長學弟的制度當中 我們來討論一個你們 夠好的學長 那就是阿明 阿明在高中的時候就很自律嗎 阿明在高中就是一個自律的球員 然後他是會自己去投籃 然後自己去練球 自己花很多時間在自己的訓練上面 那我跟阿明在高中就是比較不一樣風格的球員 我是那種 我是康樂股長 負責帶大家玩的 然後阿明是風紀股長 然後負責帶大家練的 所以我跟他就是比較不一樣的走向 所以要我玩的都會來找我 然後練球就找阿明 那這個我覺得你們兩個一個風紀股長 一個康樂股長 我覺得這兩個股長一定都做得還不錯 因為呢 今年康樂股長得了P-League的年度最佳教練 那這個風紀股長得了P-League裡面的MVP 所以南山的兩個股長看起來都是不錯 然後也值得大家給他們鼓掌鼓掌 OK 所以 當你知道這個阿明得到MVP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意外嗎 不會阿 阿明在一整季的表現 其實這個獎 不頒給他 我覺得P-League也沒有本土球員 有資格拿這個獎項 所以他拿這個獎項的時候 我是很為他開心的 代表證明了他在這些年的一些努力 然後也證明了他的身手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很棒 很替他開心 那 這個 詩欺 你看到今年阿明拿到了MVP的獎項 然後他又是你學長 你會不會想 這個 差全國長的準備要從教練付出呢 老實講 沒有一個想法 因為我覺得現在真的太累了 我現在已經太久沒有動了 有試著做健身啊 試個一兩天就想說太累了 超級兩天 兩天 兩天 兩天沒辦法 這個我有壞消息要跟你分享 喔 現在不到40 你就兩天就不想再練了 你到了像我的年齡時的時候 一練兩分鐘你就停了 哇 就停起來了 哈哈哈哈 這太好喔 OK 那接下來這個問題呢 是因為你們兩個都有在打球 所以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你們都有被劉佳發教練帶過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回顧一下 劉教練帶兵的風格 跟對你們籃球上面的影響有什麼地方嗎 我們先從冠人教練開始 我跟寶寶教練的話 是我南山畢業的時候去達星的兩年 在他的指導下面去成長 那寶哥在訓練的時候很嚴格 然後跑體能這些東西 然後會讓我覺得到年輕球員 我們在那段時間堆積得很好 那我的投籃能力 其實在那段時間 他也幫我培養很多 因為寶哥在投籃的訓練上面 要求的非常紮實 然後投了很多 我們那時候一天大概都是 暑假大概都要投到600個 然後每天每天 每天就是600 然後早上都要跑步 跑完步 10點鐘就要投600 所以我的外線後來有出來 也要很感謝他 在那段時間也幫我堆積很多很多的 能量 對啊 所以寶哥大概在體能跟投籃這一方面 非常的注重 那詩君 你對於寶寶的教練訓練 有什麼樣子的回憶嗎 喔 訓練的話 除了冠輪剛才講的 投籃啊 跟一些球場上的一些快空體能 我覺得就是 真的跑得很紮實啊 然後我就會想到 寶哥就是 雖然他在球場上 他很嚴格很嚴肅 然後也非常的 怎麼講就是 很嚴格很嚴格 對我們球員 可是他在私底下 他會去塑造一個 大哥哥的那個樣子 就是會大家一起去聚餐啊 或者去吃飯啊 那其實就是會說 我就是說 也讓我現在當教練想到說 其實球隊 所以在練習之外 你要求球員之外 你在私底下球場之外 其實也是很重要 所以他說其實寶哥在球場外的時候 都會帶著我們去吃飯啊 或者是出去玩啊 什麼的其實都 而且寶哥私底下就很活潑啊 不像教練 所以某方面他就是 在球場上很嚴格 球場上他玩得很開 玩得很high 其實就會 後來我當中會覺得 哇其實教練 也不一定是說 一定要這樣很嚴格嘛 私底下有點距離那樣子 就是把該做好的事情做好就好 所以我覺得 寶哥除了體能跟投籃很嚴格 那也很扎實之外 我覺得是帶哥的風格也很鮮明啊 球場上跟球場下 的確啊 因為我跟兩位分享一下 我自己本身的也跟寶偶 待過大概五個月的隊友吧 那我們那個時候在CBA時代呢 每天早上起來跑三千公尺 有的時候五千 有的時候一萬 那就有一天呢 就是每一次寶寶跑步 一定是跑第一名 他的跑步是可能 在中華民國籃球史上 可以算是數一數二厲害 那他每天都跑第一名 那我幾乎都是跑第二或第三 跟無限證或者是 全部人證應該是跑來第二第三吧 那就有一天呢 我來的時候 我看到寶寶呢 眼睛是沙紅的 然後呢感覺起來好像沒有睡覺 然後我遠遠就可以聞到 他可能 天天晚上在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想說 今天我一定第一名呢 結果他贏我一圈 寶寶寶 寶寶真的是他的氣氛 而且真的很厲害 所以這樣子要求你們 我也不意外 OK 寶寶寶寶也是這個 vä次的棚路員 這梅冠兒一樣 這個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呢 我想請我的冠軍教練 OK 因為兩位其實在南山都待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特別是在教練的時代也在南山待了12年 所以我想問一下這個冠軍教練 如果你要回顧南山對時以來排名第一名的五個人 會是哪五個人 我覺得這個問題還蠻困難的 這在南山這麼多年的傳統裡面出過這麼好的球員 這是很難的問題 我拿到訪綱的時候我會思考很久 所以我們先把現在高中大學的球員先拿掉 因為我們要以他的生涯 生涯的成績來做標準 是因為高中大學學員他的職業生涯沒有開始 對 所以南山第一個我覺得控球的話 當然就是坐在位子上面這一位 對 學長 言行書 對 因為我覺得在控球這一個位置的話 其實書哥他毋庸置疑就是我們南山出產的第一控 所以控球這位置是書哥 對 我覺得十字名歸 對 我覺得在二號位的話 以我這樣子比較之前的一個學弟來看 我覺得二號位我會把對史最佳二號位給我們李雲翔項哥 因為他在CBA的時候跟他那時候在亞洲杯的時候 也是有拿到亞洲杯的最佳小前鋒 所以我覺得二號位我會擺項哥 OK 對 然後三號位 我覺得是阿米 因為以阿米現在的成就 到38歲然後還可以拿到這種這麼高強度聯賽MVP 然後加上他的國際賽的表現我覺得三號位是阿米 OK 合理 好 然後四號位以現在的球風如果我是教練的話 要排隊加五人我的四號位我會選紫薇 因為他在 他在延伸四號位上面是一個威力非常強大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覺得紫薇他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四號位 對 然後五號位這個位置我有兩個人選 對 如果單就苦工球員的話我會選碰碰 對 但是碰碰是我自己學弟 碰碰的能力是在苦工啦 對阿 可是我覺得以技術面的話五號位我會選秋中志 對 五號位我會選秋中志 有技術然後又會投籃 但是就是稍微瘦了一點點 對 但是其實以現在的球風的話其實 是一個蠻棒的五號位 他跟紫薇兩個搭配在 High Low的時候 我覺得會溫力很強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的對時最佳五人 OK 這個五個人其實聽起來主語隊應該算蠻強的 而且在南山的歷史裡面有各式各樣的英雄浩漢 譬如說像許志超也是南山的對不對 對 以前還有家皇還有好伙兒都是南山的 所以南山的人才積極 這個群心重心 所以在這個地方裡面呢 在兩位過去的家屬下 也讓南山的傳統 就不管在籃球隊每一個方位上面 都可以繼續的發光發熱的機會 那很高興在這個禮拜呢 我可以跟兩位一起來聊聊 各位在高中裡面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下個禮拜呢 我們會繼續跟冠仁教練 一起來分享當教練 以及當籃球人的一些經驗 我們今天謝謝神經也謝謝冠仁 謝謝肯定哥謝謝 謝謝肯定哥謝謝 拜四晚上八點鐘再見 拜拜